各位朋友好 今天跟大家探讨的话题是中共倒台之后 天下会不会大乱 我们先从一则新闻谈起 昨天两大电脑品牌戴尔和惠普 他们的生产线要从中国撤离了 我记得戴尔和惠普是前些年 已经合并为一家公司了 合并之后呢 他就成了全球最大的电脑生产厂家 那前几天呢 G20峰会上面川普决定了暂时不增加中国的关税 恢复美中贸易谈判 很多中国商界人士感受到很鼓舞 认为贸易战快要结束了 但是呢 这些大的跨国公司 好像戴尔和惠普 好像不这么认为 撤离中国 他们的步伐还没有停止 就在G20峰会的前两天 法国的零售业巨头加勒福 他们就要卖掉中国分公司百分之八九十的股份 准备撤资走人 那现在最大的电脑厂商要把生产线撤离到东南亚 在这个之前呢 已经有很多的厂家开始撤资了 开始逃离了 包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名字 比如说什么富士康啊 日利啊 三星呢 这股潮流到去年美中贸易战 这个开始之后 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那么现在的这个状况 似乎还不算是最坏的 因为将来还有可能最坏 更坏 这些大公司 他们要撤离 是因为他们判断到 美中贸易战还会打很长一段时间 川普呢 还会继续的增加关税 撤得越快 他们受的损失就越小 那外商撤资呢 这是一个牵移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件 那一个大型的跨国公司 他们从中国撤离 还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比如说会导致下游的一些中国的企业 会跟着倒闭 大量的企业倒闭呢 又会导致中国的这个失业人口增加 那五月份呢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这个城镇 人口失业率 已经达到百分之五点四了 当然这个数据啊 肯定是被大幅度压缩的 我们不用完全相信 他这个数据的这个真实性啊 但是呢 从中可以看出一些发展的趋势 比如说去年 他们公布的失业率是百分之四点一 不到半年的时间 增加了百分之一点三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增幅 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 这这里讲的 只不过是城镇人口的失业率 那些失业的农民工还不被统计在内 而是过去这两年呢 失业人数最多的恐怕就是农民工这个阶层 中共在这方面呢 刻意隐瞒了很多数据 到底有多少失业的农民工呢 我们只能够从一些这个 自己的调查得到一些这个直观的认识 那有几个四川的和湖南的朋友调查了一下当地农村的情况 他们调查几个村啊 反馈的信息都差不多 说是今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啊 他们少了 比去年少了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也就是说农村农民工的这个失业率最低是百分之二十 高的可能达到百分之三十三十几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生活更加困难了 甚至是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 这意味着对现状不满的人增加了 用各种各样方法表达不满的人也会增加 意味着对统治秩序对中共的这个政权的冲击力会加强 那外资企业大规模的撤离啊 国内的企业又大规模倒闭 那还有一个年代的效应 那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会减少 在这方面呢 我们也是得不到准确的数据啊 只能从官方的一些统计这个数据当中啊 看出一点点端利啊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今年前四个月 中央政府的这个财政收入啊 是增长了百分之二点二啊 当然这个数字肯定也有水分 那即使是他是正确的 如果是算上通货膨胀的因素 那么财政收入实际上已经是进入负增长了 国家统计局的这个五月份的数据显示啊 北京上海还有重庆和广东 这四个地方的这个政府 地方政府他们的财政收入已经下降了 从这个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不等 从现在整体的经济形势看 财政收入下降 这是啊 言之成礼的 所以两三个星期之前 李克强曾经做过一个报告 要求各级的政府官员呢 要准备过苦日子 要把这个财政支出啊 减少百分之十 为什么一定要压缩财政支出呢 那就是因为啊 财政收入减少了嘛 从这一点上面可以判断啊 跟2018年相比中共的财政收入啊 大概也减少了百分之十左右 财政收入减少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统治阶层 它管理社会的能力降低了 压制老百姓反抗的能力降低了 维稳的能力降低了 因为维稳机器啊 它是需要大量的资金的啊 才能够维持运作的 那中国的这个经济形势恶化 导致了维护政权的这个维稳力量 和破坏政权的反抗力量之间呢 有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 这个趋势啊 从习近平上台 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这几年呢 这种力量对比 已经向着不利于中共的方向 又走了很远了 中共对这一点呢 非常清醒 所以说呢 他们呢 这个就做出了一些应对的措施 那其中有一个办法 他们就是开足了 这个宣传机器的这个玛丽 在传播一种观点 他们说啊 如果是中共垮台了 中国的情况啊 会更加糟糕 那以前呢 历代的这个专制王朝垮台之后 那种天下大乱的局面呢 又会重新出现 重新出现 军阀割据啊 内战不断啊 这种局面 老百姓生灵涂炭 他们这种说法 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当然没有 那等一会儿 我来给大家详细的来解释 但是从他们的这个信息啊 我们可以看出两点啊 第一点呢 就是中共的这个决策者高层 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危机了 已经认识到垮台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他们只是想啊 尽量的把这个垮台的时间呢 往后推 那只有那些小粉红啊 自干五啊 和一些基层的这个阴前爪牙啊 基层干部警察 他们还认不清这个形式 还在帮中共作恶 那第二点呢 就是中共他们的自我认知当中啊 已经把自己啊 认为是等同于历史上的那些专制王朝了 对于这一点呢 我倒觉得他们没有错 中共在本质上和历代的这个专制王朝 是一样的 那都是统治者 用带有欺骗性的这种意识形态 统治人民的思想 再建立一套庞大的官僚体系啊 一套庞大的这个军队 他们去镇压人民的反抗 谎言加上暴力 这就是两大统治手段 那因为这个本质相同 中共啊 和中国历史上的那些专制王朝 命运也一样 他们都逃不过啊 一个由胜而衰 最后走向崩溃的这个规律 那导致王朝崩溃的 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啊 第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财政收入减少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了 这个因素啊 现在已经出现了 财政收入减少 导致维护统治的力量减弱 那第二个呢 就是流民的人数增加 流动的流 人民的民 也就是啊 指的是那些 这个因为科捐杂税啊 因为这个天灾人祸啊 不能够安居乐业的那些老百姓 那这样的流民人数多起来的时候 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啊 就一起造反 破坏 冲击这个王朝的统治秩序 流民的人数越多 这个冲击力破坏力就越大 那么这个因素呢 现在也已经出现了 只不过是啊 他们现在不叫流民 他们现在叫做失业人口 或者叫做下岗工人 还有的是叫做返乡创业农民工和大学生 那这两个因素同时出现 他就表明了 这个宪政权 现在已经不行了 已经进入弥留阶段了 垮台 那是很快就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呢 中共他又和那些专治王朝 有一些不相同的地方 有一些 这个 这些不相同的地方啊 他就决定了 中共在垮台之后 他不会发生 那过去那种搞 改朝换代时候 所发生的那些惨剧 比如说这个军阀割据啊 内战啊 不会说导致天下大乱 因为现在啊 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 这些因素决定中共崩溃之后 中国不会走历史老路 现在我就给大家来具体的讲一讲 有哪一些因素 第一个因素呢 就是中国的这个军队和过去不一样了 在过去啊 这个历代王朝的这个军队 他们的这个兵种都比较单一 主要是以陆军为主啊 武器也比较简单 那中央政权一垮台 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那些军队 他就形成了几十个 甚至几百个 可以独立作战的军队单位 这样就为军阀割据啊 创造了一个条件 而现在中国的这个军队呢 是一支比较现代化的军队 除了海陆空军之外 还有掌握这个导弹和核武器的火箭部队 还有这个非常复杂的啊 极其隐蔽的这个情报部队 那各个兵种各个部门啊 必须得密切配合 他们才能形成一个作战能力 而这些兵种呢 他又不是说在每一个地区 在每一个战区都配备齐全的 这就造成了各个地区的军队啊 他不能够形成一个独立的作战能力 这样也就不可能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 第一个因素啊 第二个因素呢 就是革命的形势也跟过去不一样了 在古代的时候啊 主要是武装革命 那一批人老百姓活不下去了 节赶而起 组织一批民兵啊 和那个官兵呢 拼个你死我活 这种革命的方式啊 通常会造成这个森林涂炭的这种产剧啊 普通老百姓会大量死亡 你比如说像东汉末年的这个黄金起义以后啊 原来这个人口稠密的华北平原上面啊 大量的人口死亡 曹操啊 在他的一首诗中写道 他说是白骨鹿鱼也千里无鸡鸣 统治者的自己的命运也好不了哪去 比如说唐朝末年啊 皇朝造反 最后杀进长安 把这个唐朝的这个皇族啊 和当地的官员呢 全部都给干掉了 有个诗人伪装他写了一首诗 其中有一句啊 叫做满街进踏 公亲骨啊 满街都是那些达官贵人的这个尸骨 那过去两千年历史上啊 中国这种灾难发生过 差不多有十来次 那现代革命已经找到了新的方法 现代革命采用的是 颜色革命的这个方法 也就是普通老百姓大规模的走上街头进行和平抗议 大规模的抗议啊 他就可以瘫痪这个统治秩序 那么乘着统治秩序瘫痪的这个时机 反对派迅速的形成新的这个政治势力啊 然后呢 用强大的民意来动摇军心 争取军队啊 中立或者是让军队干脆站到人民的一边 那武装革命呢 这个战略就是以民兵消灭官兵 颜色革命的战略呢 就是以民变引发兵变 所以这个颜色革命呢 是比较和平的 那像现在的这个委内瑞拉啊 颜色革命已经搞了差不多有半年了 只有极少数人在革命当中啊 失去生命 那还有一些国家颜色革命呢 甚至完全没有伤亡 比如说像波兰和杰克斯洛伐克的这个革命 被称之为天鹅戎革命 意思就是说啊 他们的革命像天鹅戎一样的柔和光滑 那颜色革命当中新的政治势力 他们会大规模的涌现 在中国这么幅员广大的国家 不可能一下子就形成一个全国规模的这个政治联盟 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 它一定是形成地方性的政治势力 也就是说啊 在军事上不可能出现军阀割据 但是在政治上一定会有一个群雄并起的局面 所以各个地方上面呢 会出现一股或者是几股新的政治势力 他们呢 有时候是单独的 有时候是联合起来的 那建立新的地方政权 所以说呢 现在啊 在国内的那些有政治才能的 这个民主派的朋友 大家一定要掌握好这个时机 在这个大变革的时机到来的时候啊 只要你们有动员能力 有组织能力 你们就能够抓住这个时机 那么就能够成为未来的政治领袖 成为未来的县长 市长 甚至省长 成为各级议会的这个议员 那登上了地方的政治舞台之后 你们就有资格通过横向的联合 登上全国的政治舞台 成为未来中国的瓦文萨 未来中国的曼德拉 你们有机会 书写历史 说远了 再说第三个因素 那就是政治文化 已经变了 在旧时代啊 那些专制王朝崩溃之后 在各个地方形成的 这些军阀割据的 这些军阀里面呢 军阀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的政治文化基因 那就是他们都相信了 天无二日 国无二祖 所以说呢 各路军阀他们一定要互相攻打 打到最后呢 只剩下一支军阀 那一个队伍 独霸天下 那一个军阀 他最后留下来当皇帝 定于一尊 历史上啊 这个定于一尊的过程 有时候呢 是非常漫长 比如说东汉灭亡了以后啊 从这个群雄争霸啊 到三国鼎立 最后呢 这个到三家归境 一共用了五六十年的时间 那有时候呢 是比较短 比如说秦朝灭亡以后 这个刘邦啊 扫平群雄啊 建立汉朝 一共是用了五年的时间 无论是长还是短 那无一例外的就是啊 这个过程都非常的血腥 人民会承受巨大的灾难和痛苦 但是现代政治文化已经变了 即使是在中共内部 大家也对这个定于一尊啊 是非常厌恶 习近平说了要定于一尊 那么现在啊 他已经成了全党公敌了 那党内各个派系 只要一有机会啊 就会对他群起而公之 那民主派就更不用说了 大家基本上都有个共识 就是未来的中国 绝对不能够再建立一套 中央集权的这种政治体系 而是要建立一个联邦制的国家 什么是联邦制呢 实际上啊 就是各个地方的政权 在平等的基础上 通过协商谈判啊 制定一部宪法 然后再在宪法的这个框架之内 共同的组建一个政府 未来的政治结构 它不是一元化的 而是多元化的 是多中心的 这也就排除了 各个政治势力之间 为了争夺最高的权力 定于一尊的权力 而进行内战的这种可能性 绝大多数现代国家 都是用政治方法 来实现这个制度转变 和政权变革的啊 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啊 这个中东的非洲的国家 他们还在用武力的方式解决 因为那些国家 他们实际上啊 还是一个部落社会 还没有成为现代国家 这是第三个啊 第四个因素呢 就是中国社会环境也变化了 尤其是这个舆论的环境变化了 在古代啊 大家都没有通讯工具啊 没有报章杂志啊 不能够形成一个 老百姓不能形成一个舆论的声势 所以说那些掌握权力的人 他们作恶的时候 人民不知道 所以说呢 那些作恶者感觉不到任何政治上的压力 那现代社会就不一样了 不仅仅有报刊杂志啊 还有这个互联网 当然现在互联网呢 是被中共啊 严密的这个管制了 即使是这样 他都能够发挥一部分呢 这个监督的功效 所以说当中共失去了这个中央政权之后 但没有一个地方政权能够控制整个互联网的 那个时候啊 人民啊 老百姓就会通过互联网发挥出强大的监督能力 任何政治集团 军事集团 他们敢发动内战 一定会遭到全社会的一致的谴责 也会遭到其他势力的联合的抵制和围攻 所以说没有人敢于发动内战 发动了之后 他们也很快就会灭亡 最后一个因素 第五个因素 就是国际环境变化了 现在啊 已经是进入了一个地球村的时代 任何一个国家发生革命 都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任何一个国家发生内战 都会对全世界造成巨大的危险 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核大国 全世界不可能容忍中国发生内战 所以说一旦中国开始革命了 全世界都会来介入 都会来调停 都会来促成中国各种政治势力之间 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而且呢 他们也有这种能力 尤其是像美国和西方的这些民主国家 他们呢 有影响反对派的能力 因为他们和反对派的这个政治理念是相同的 他们也有影响中国军队的和党政系统的那些高级官员 高级将领的能力 因为那些高级官员高级将领都有家人和财产 放在西方民主国家 所以说呢 综合上面的这五个因素 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中共垮台之后 一定不会天下大乱 反而是中共在台上的时候 天下呀 已经太乱了 你比如说像各个地区啊 各个地方 每天都有城管在街上打人啊 警察法院天天都在制造冤案 出案 权贵天天都在抢夺老百姓的财产 还有一些酷吏 天天都在活摘 这个器官 上百万的新疆人被关在集中营 还有一些社会底层的人 当他们看不到希望的时候 就采取反社会的一些手法 杀人案 暴炸案 层出不穷 这个还不够乱吗 还能比这个更乱吗 我告诉大家 中共社会 中共政权崩溃之后 社会不会比现在更乱 当老百姓看见希望的时候 他们这个会啊 就会维护社会秩序 他们会表现得出奇的好 就像八九年啊 北京的这个民运的时候 北京的警察他们都不上班了 但是呢 社会治安非常好 因为绝大多数小偷啊 当时都已经罢工了 其他爆发民运的那些城市 八九年出现的那些城市 也都出现了这种现象 当人民感觉到有一个机会 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的时候 他们是不会选择去做坏事的 所以说呢 中共倒了之后啊 人民会迅速的组织起来进行自治 会迅速的形成新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 中共倒了 中国会更好 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今天呢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同意我观点的朋友 请点个赞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请订阅 有些已经订阅的朋友啊 也请你帮忙检查一下 是不是被自动退订了 上个月呢 我这里大概有三千六七百个人退订 有一些朋友啊 他们已经发现啊 已经告诉我说是被别人给退订的 所以说麻烦大家检查一下 也希望被退订的朋友啊 私信给我 我掌握更多的证据之后啊 就会向谷歌公司举报 谢谢大家 下一次再见